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哈喽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汽车是个女孩 我是亚琴 汽车的颜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呀 是吸引人眼球的首要点 也是车主品位的一个关键体现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下 几款颜值爆棚的车 它们即便量产之后 还跟概念车相差无几 无比的养眼 1.雷克萨斯 雷克萨斯LF-LC是2012年发布的一台车 它的造型极具个性 LED前大灯和流畅的车身线条 让整个车看起来极具魅惑力 而在2016年正式将它量产之后 雷克萨斯LC500H的颜值呢 也是不输概念车的 这款车造型十分的犀利 能够一眼就看出车主的个性 全车的线条勾勒的是无比的销魂 让人看后特别心动 而量产之后呢 也是同样保持了个性十足的颜值 2.兰博基尼 兰博基尼是顶级的跑车 如今为了迎合市场 也开始做SUV 于是一款紧凑且含有遵循紧凑锐 锋利的线条的设计原则的SUV概念车 将兰博基尼的经典元素 与SUV车完美结合在一起 而经过几年的打磨 量产版呢 也正式面向市场 可以说这款量产版兰博基尼URUS 并没有让大家失望 棱角分明的设计依然存在 并且呢 是延续了兰博基尼的家族传统 三 英飞尼迪 英飞尼迪的概念车Q60 于2015年在北美车展首次亮相 当时呢 就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极具攻击性的大嘴中网 流畅的侧面线条 都给人以很强的视觉冲击 而它的量产版英飞尼迪Q60 更是延续了概念车的动感元素 主动是进气格栅 流线型设计 给人以一种不一样的美感 四 沃尔沃 沃尔沃2016年发布概念车沃尔沃40.1 这款车设计风格前卫 直部式进气格栅 雷神之锤的日行灯 再加上动感的线条 给人以年轻时尚的感觉 而量产之后呢 沃尔沃XC40 是完全继承了40.1的设计风格 有着不得不引人注目的颜值 能够将概念车的颜值 真正延续到量产之后 这些品牌也是做足了功夫的 而这些消费者看在眼里 也用实际行动支持了他们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当然了 也欢迎您留言转发 拜拜